名字作为一个人的代号,不仅仅是一组阴节的组合,更蕴含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祝福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人们通常会根据五行属相和八字命理学选择一个极力的名字,比如,金属属相的人可以取名叫金子,寓意财富丰厚,水属相的人可以取名叫泉水,代表清澈纯洁。 此外,许多名字还蕴含着美好的品德和价值观,如致名,仁慈,智慧等等,这些名字的含义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,名字与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。 名字真的会影响命运吗?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佛学禅语言。 所有人都是赤裸裸地生,赤裸裸地走,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无论一生中自身附带任何的属性、价值、名号、财富等等,终将化作过眼云烟,所以不必太过于执着表面的东西,多做些更具意义的事情吧。 很多人认为,名字就是一个符号而已,过度解读,就是迷信了,可是,论语里却说,名不正,言不顺,言不顺,则是不成,理计,有言,天子不言出,诸侯不声明,君子不轻悟。 名,除了人的称谓之外,还是大人物的嗜好,象征身份和地位,人生的价值体现等,由此可见,一个人的名字体现了命运的安排,不能全信,也不能不信。 我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林,在科考时是第二名,但当时正赶上天汉,所以,皇帝就把他确定为第一名,所以说,一个人的姓名也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命运的。 古人是很讲究姓名文化的,比如宋代大叔法家米夫因有洁癖,所以在挑选女婿的时候,就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名符字去臣的人,这在现代人看来绝对是难以理解的。 不过说起古代姓名文化的发达,还是由于皇权的提倡,比如明世宗有一夜梦到了雷声,于是在第二天电视的时候,就把一个叫秦梦雷的人清点为状元,还有清代乾隆年间,因有一个考生名叫胡长林,所以就被指定为状元,一直到清朝末年,这种风气还是十分盛行。 在光绪年间,就有一个人因为名叫王寿鹏而被提拔为状元,但也有一些人因为名字而得获,比如宋高宗定都杭州之时,宰相举荐了一个叫乾唐修的人,但皇帝认为此人的名字充满晦气。 于是,坚决不同意录用,更奇葩的是清朝乾隆时期的王国君,因为名字与王国君谐音,所以遭到了贬斥。 首先取名,见智慧。一个人出生的时候,父母,爷爷奶奶,外公外婆,叔叔阿姨都来围观,然后就会考虑,取一个什么名字才好呢? 在有的老家,人们习惯这样取名,父亲的姓,加上自己在宗族里的辈分,再加一个字,组合成名字,从字面理解,充分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期待。 对于一个有文化的长辈来说,名字的来源是非常有考究的,还不得不绞尽脑汁。 宋仁宗在位时,有一个叫何次公的小官,汇报了自己接手的案件,案件材料送到了宋仁宗手里,仁宗就问,这个人,叫次公,是什么意思? 送材料的人,无法回答,大臣庞吉在一旁,说,前汉书里写道,黄霸,自次公,应该可以解释为,霸比王庚次义等,还可以说,这个人或者其家人,仰慕黄霸。 仁宗听了,频频点头,过了一阵子,庞吉被提拔为宰相。 看来,研究一个人的名字,是一门学问,可以了解别人的愿望,也可以提升自己。 明朝名人王守人,其名字根据论语魏陵宫中的知吉之,人不能守之,虽得之,必施之来取的,非常有学问。 光武帝刘秀,出生在济阳县,他降临的时候,房间里特别亮堂,似乎有赤光从窗外照进来,当时道合一惊九岁,因此得名秀,把名字取好了,能够体现智慧,还能吸引别人的目光,是人生和家庭积极向上的征兆。 其次改名,建格局,一般来说,一个人的名字定下来了,是不会随意更改的,改名字的人,其实是人生遇到了某种机遇,或者某些挫折。 然后用改名字方法来体现,画家潘玉良,小时候是个孤儿,名叫陈秀卿,后来,他被舅舅卖到了妓院,做了卖场的歌迹,当时的名人潘赞画,偶遇了陈秀卿,然后为其赎身,并且成婚,为了体现这样的人生转折,陈秀卿改名潘玉良。 北宋的苏氏,被贬黄州,生活很苦,他和家人在城东的坡上建房子,种地,非常快乐,因而有了苏东坡的名字,很多人修改了名字,看起来是要改变一下精神面貌,或者纪念某件事,其实是人生迎来了一个拐点,余生会朝着什么方向走。 修改名字的时候,就已经有了想法,若是坚持这样走下去,人生的格局就体现了。 其三是用名,见态度。人有了名字,但是如何用呢?事实上,古人对名字是分开用的,名是名,字是字,比方说苏氏,字子沾,在社交的时候,用名,体现一个人的谦卑,或者上对下,常对少的称呼,同辈分的人,熟悉的情况下,用名,普通的社交,下对上,卑微的人对高贵的人,用字,对长辈,是不能直呼其名的,否则就大逆不道了。 总有一些人,不会用名字,影响了自己的前程。 孟希比谈中记录了一个故事,明晨圣渡在扬州做官的时候,很少接待外人,也不会随意给人点赞,推官夏友章从扬州路过,圣渡就接待了他,并且表示非常器重。 过了几天,夏友章写信给圣渡,没想到信封都没有打开,就被退回了,因为信封上,写着新莆田从事,官位挂在眼前,显然不够谦虚。 圣渡说,这个人,已经是质得一满了啊,谦虚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,随时都把自己的大名放在嘴上,或者炫耀自己的才华和财富,把自己的名字尽量凸出来。 就是态度不对了,给自己一个小名,尊称对方的大名,姿态越低,命运越贵。 其次是舍名,见境界。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名字变成了习惯的称呼,并且有了名气,总有人,把名字和功劳联合在一起。 比方说,政治家,物理学家,印刷商和出版商,作家,发明家和科学家,以及外交官,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富兰克林,看着名字就令人佩服,但也正是我们需要舍去的,人要往高处走,就要学会低处开始。 李淑同是著名音乐家,美术,教育家,书法家等。 但是他在后半生选择了出家,他的妻子听到出家的消息,非常悲伤,赶来劝说,夫妻在西湖站在不同的小船上对话,妻子说,书童,你为什么? 李书童说,请叫我红一,是啊,不管如何,从现在开始,李书童的名字已经被舍去了,从今往后,只有红一法师,虽然,普通人无法在后半生出家,舍去一切,但是可以看淡自己的功名,也不要在乎有多少人记得自己的功劳, 名气再大,名字再响亮,都是虚的,舍去了,人生才会无实。 当然,关于名字的解读,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,不要彼此强求认同,圣而为人,就是一个借假修真的过程,因此我们会假借名字,修炼自己,成全自己,期待自己。 红一法师说过,不为外物所动之未净,不为外物所食之未虚,记住自己的名字,但不被名字困扰,人生就会更加自在, 记住别人的名字,能够好好称呼,人际关系会变好,慈善家陈光彪说过,像我的名字一样,立志做中国慈善事业的光荣榜样和道德标感,记住取名的初衷,多留清白在人间,命运就好了。 名字与命运之间的联系不是独有的,在许多其他文化和信仰中,人们也认为名字可以影响命运,例如,在印度教中,人们相信每个人的名字都与其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相关联,在希腊神话中,神仙们的名字通常都与其神力和特质相关。 这些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为我们认识名字与命运之间的关系,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。 从世俗看来,名字代表着人的德性和寓意,好比佛家弟子们常念的阿弥陀佛也是个名号,但长期持念却能得到圆满究竟的功德。 如此看来,起个具有好一头和正能量的名字是很有必要的。 所以,如果真的很重视名字,最好好能好好想一个皆大欢喜的名字,免得因此而产生烦恼,只要家里面的意见一致,想一个有寓意,有正能量的名字就行,或者找一位值得信赖的法师,起个符合孩子性格的名号也不无不可。 另一方面,从佛理来讲,名字仅仅是个赋予了期望、理想与关爱的假名,只要顺心就行了,佛法讲究的是心法,所谓一切为心造,如果因为纠结于名字的好坏而产生烦恼,就有些得不偿失。